今天的主題非常的有趣 是在講金融股 批極太來了嗎 這個存股的時機到了嗎 是不是已經脫離了 這個過去 我這個防疫險保單 理賠的一買了呢 然後過去市場不好 他們持有的這些手上的 這些債券類的相關的資產 跌價跌了一大堆 所以現在很多的淨值 之前去年減損的狀況 今年好像從財報 陸續公布半年報以來 好像都看到蠻多 不錯的一個數據 那我們今天特別 請來啟發投顧的分析師 我們的丁彥均 彥均來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他的對金融股的這個觀察 那彥均雖然非常年輕 可是我認識他 當年出書的時候 我覺得年紀是 真的是很年輕 不過他在這些 有關一些特殊的類股的部分 專業是很深的 那彥均跟大家打個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哈囉 對 彥均啊 我們呢 這個我最近看到一個數據 就是說 今年上半年金融三頁 就是銀行業 證券期貨業 跟這個所謂的保險業 稅前盈餘 差不多 3748億元 那年減幅從雙位數 收斂到只剩下8% 其中又以保險業以由從黑翻紅 貢獻最大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你是怎麼看呢 因為感覺上保險業 他剛剛有說從黑翻紅 以前都是賠錢 現在是變有獲利盈餘的部分 那去年以前大家都知道說 防疫險保單 賠的大家真是一屁股 那其實不只 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嘛 還有就是整個去年 整個蛋環境是不好的 所以他們受險類股 手上他們的手上一些 海外的一些資產 可能減損的情況還蠻嚴重的 對不對 那今年真的就已經是 隨著股市的上來之後 以及這個防疫險的理賠 已經到了一個差不多 很末端的一個情況下 真的脾氣太來了嗎 你的觀察是 好那我們現在看 產險的部分 其實產險公司呢 一般來說是每一年穩定 獲利 過去十幾年呢 大部分的產險公司 都是一個很好的定存股 但是產險跟其他的公司 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會突然多了一筆負債 就是一般的公司 有多少負債是固定的 可是產險公司呢 像921大地震的時候 那個時候倒了很多的房子 或者是像去年的時候 這個防疫保單的理賠金額 超乎預期 就會突然多了一筆很大的負債 那我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過去的產險公司呢 在去年的話必須要現金增資 彌補虧損 那股價也比較低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是一次性的 這個產險公司不會每一年 每一年都這麼的倒楣 都有超乎預期的損失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保險公司在增資以後 他的體質變好了 那之後如果又穩定的獲利 那穩定的發股利的話 那的確是可以當做一個穩定的定存股 那至於受險公司呢 去年比較倒楣 在二月的時候 因為俄烏戰爭嘛 所以俄羅斯的這個債券價格呢 開始下跌 那很不幸的在去年的6月 這個台股在一個月內下跌了2000點 所以呢如果持有這個股票的話呢 又會有投資損失 但是其實今年呢 我覺得都雨過天輕了 因為俄羅斯的債券 在去年的話跌幅比較深嘛 那今年呢反而是進行反彈 那台股呢現在也是 之前一度漲到17000點以上 那最近呢有小幅的回檔 但是這個投資收益的部分 我想還是正的啦 所以受險公司 我覺得不要太過於緊張 那已經雨過天輕了 那美國債券的部分呢 其實美國生息也大概快要到尾聲了 所以債券在繼續下跌的空間 是有限的 OK 所以您剛剛分析了 就產險類股跟受險類股嘛 對感覺上產險類股 你說增資過後啊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他未來的股力是穩定的 這樣他就可以還是是一個 呃存股的一個標的嘛 是建議嗎 OK 對可是因為產險公司感覺上 在國內國人比較瘋的這個金融 股裡面啊感覺上我覺得大家都很 很會去探討銀行類股比較多 還有這種大型的金控股比較多 產險好像比較少人注意 那他的殖利率也是漂亮的嗎 哦產險呢 因為他規模比較小 他的規模之後受險的十分之一 所以一般來說呢 因為股本比較小 知名度比較低 是 所以國人不太把這個產險的公司 當作是定存股 那一般來說 如果規模比較大的話 比較穩定嘛 所以一般大家都是把金控股 或者是大型的銀行股 當作一個定存股 對 我覺得這樣的觀念 也是正確的 ok ok 好 所以那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受險金控您剛剛有講就是說 去年就是債券價格可能回升了 以及就是在股票的資產的部分 今年應該也就是比較收復江山了 所以感覺上帳面的價值是蠻好的 像我們比較常探討 就是國泰金富邦金這兩大嘛 那感覺我覺得他們最近的股價 的確就是不要跟AI股比啊 因為那個是漲非常多嘛 但是今年以來 的確感覺是有走出谷底的感覺 慢慢往上漲 但是大家大家問號的是 那他真的有辦法重回榮景嗎 比方說富邦金最之前最高 是到八十幾塊 那現在這樣子 他是您從財報上看到一些的數據 數據也好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訊號也好 能不能就是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 那我想這個國泰金富邦金 是很多這個投資人的最愛啊 畢竟這個獲利能力很強 那是這個數一數二前兩大的金控 但是呢這兩家金控 他是以受險為主體 就不是以銀行為主體 所以獲利的波動呢會比較大 我比較建議說做價差 那這兩家金控比較不適合當作純股的標的 那富邦金之前股價到七十幾塊八十塊嘛 那為什麼股價可以這麼高呢 其實從財報上面來分析 富邦金之前賺大錢的原因 是因為避險成本很低 我們在2020年2021年那個時候呢 因為美國的利率很低 跟新台幣是差不多的 那受險公司呢 他有很大的一個部位 大概六成七成的可運用資金呢 是投資美國的債券 投資美國的債券呢 因為有匯率風險需要避險 那個時候呢 因為美國跟台灣的利率差不多 美國利率呢是接近 這個零的水準 所以避險成本很低 但是現在呢 因為利差擴大了 那美國利率呢 大概是5% 那台灣的利率呢 大概1%多2% 所以呢利差擴大的情況下 避險成本會上升 所以在去年 美國一直升息的情況下 很多的受險公司 避險成本上升 導致獲利比較低 那我想今年大概也是一樣的情況 因為利差持續維持著 一定的幅度 大概有三個百分點 所以這些受險公司 避險成本比較高的情況下 獲利大概不會有2020年 2021年這麼的高 所以如果受險公司 今年的獲利不好的話 明年的股利可能也不會發太多 那從這個現金股利值利率的角度 去分析的話 那受險股就比較難回到 這個2020年2021年 當時的榮景 所以因為我有朋友 真的富方金買在70接近80塊 然後他們都一直問我說 那現在怎麼辦 他沒有停損 他自己也沒有停損 然後他們就期待 未來是不是有機會 就是重返榮耀 然後可以回到 然後讓他不賠出場這樣子 聽起來 彥均今天的分析 感覺上我不要抱著希望 對不對 我覺得需要時間啦 短期內當然比較困難 因為短期內受險業 他的獲利可能沒有辦法大幅的成長 那可是隨著之後 美國如果通貨膨脹開始下降了 那美國開始慢慢降息了 那如果台灣跟美國兩國的利差 不要再這麼大的話 對其實避險成本是有機會下降的 那另外就是因為IFES17的關係 所以受險公司 他的負債之後要用公允價值去評價 那這樣的話 受險公司要保留多一點的資金 所以我們看以受險為主的金控 像國泰富邦開發 或者是星光 其實現金鼓勵沒有辦法發的太多 導致說殖利率不高 對 那如果之後 我們這個2026年實施 這個IFES17以後呢 那如果這個受險公司 體質良好的話 是有機會發放比較多的現金鼓勵的 那很多人都把金融股當作是定存股 那金融股的股價呢 也是跟殖利率是有關係的 那如果之後現金鼓勵比較多的話 那我想市場會給予 這一些受險股比較高的評價 不過聽起來還蠻遙遠的 我們現在才2023年 對 那我想投資人都是 有些人是不光短淺嘛 那不會去看這麼遠 所以股價在短期內 我覺得比較難有表現 OK 好 其實我覺得金融股司 的確是台灣人蠻多的純股族 喜歡的一個標的 但是呢 今年以來就是你看像開發金 他就配不出股力了 所以他的馬上這個股價 就受到修理了這樣 那也有一些人就是很穩的 我覺得因為金融股 他就是大家都覺得 你看得到的行業 因為銀行嘛 或者是保險公司 都存在在那裡 所以對很多的股民來講 他喜歡投資 他看得見的公司 好 那看得見之後呢 他長期過去配的也 不是特別的高 但是就是穩 好 那就每一年 可是這兩年 整個市場變化了之後 就發現我以前穩穩的每一年 可以領到股力 怎麼縮水這麼多 所以大家才會去 去想說為什麼這樣子 那當然市場還有另一派 就覺得說金融股 他還是因為股價不是那麼高 相對於一些其他的 什麼電子類股等等的 那電子股 因為他屬於成長型的 所以他配發的股力 是真的很少 所以如果你站在存股 或者是想要 鼓勵的一個角度 可能還是又一批的擁護者 是在講金融股 好 那我們今天請彥均來 我們就在分析 剛剛分析了這個 殘險跟壽險類股 那銀行股呢 大家會覺得說 那關股的銀行這種類型的金融股 是不是就比較穩 因為我看蠻多 有一些像合庫金 我覺得也蠻意外的 我覺得他 他現在的股價已經 就是最近都一直超越這個 以前的一個機優生 叫做玉山金嘛 嗯 好 那我們來看 銀行股的部分 那就分民營銀行 跟這個關股行庫 關股行庫一般來說 中國公務員嘛 大家是比較怕風險的 做事是比較穩的 那反應在這個銀行產業呢 也是這樣子 民營銀行比較衝 他會去追逐比較高風險的一些 經營 獲利成長性比較高 風險也比較高 但是這個關股行庫呢 比較保守 獲利成長性比較低 但是相對的也比較安全 風險也比較低 那比較不會去採雷啦 對 那像現在這個 大陸的房地產景氣比較不好 那這個碧桂園呢 出現了財務危機 那對於中國大陸 曝險的部分呢 就是民營銀行會比較高 對 那這個關股行庫呢 比較低 所以就股價而言呢 可能關股行庫的股價 就會比較穩 這也是大家喜歡把關股行庫 當作是定存股的原因 因為獲利的波動比較低 比例比較穩 那這個股價的這個發放 這個盈餘的方法率還蠻高的 好 所以這樣算起來呢 殖利率大概有4%左右 對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當作是定存股 OK 好 所以就是以現在的狀況下 看起來就是這種所謂的 呃 關股的 這種所謂的銀行 可能會相對是穩一點的 對 那如果在景氣 就是比較差的時候 我是建議說可以投資關股的行庫 因為比較穩嘛 然後獲利呢不至於大幅的衰退 但是如果在經濟成長的時候 這個大盤上漲的時候 股市多頭的時候 我就比較建議說可以去買進 這個民營銀行的這些股票 因為他獲利成長比較多 那股價比較有機會做表現 嗯哼 OK 好 我們謝謝彥均的這個分析喔 那我們回到半年報的部分 最近大家都是就是公佈的 差不多了嘛 那你從就是整個金融業的半年報裡面 你有沒有找到一些什麼相關的亮點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其實亮點呢 我們就是從這個銀行證券 跟受險產險分別來看 好 那銀行呢 是因為美國呢持續升息 他維持很高的利率 所以我發現啊 如果是這個外幣放款 佔比比較高的這些銀行呢 我發現其實獲利 都有一定程度的成長 嗯哼 對 那當然就是金控可能有 銀行證券受險保險 那如果我們不是看金控 只看銀行的話 對 那其實呢 就是外幣放款佔比比較高的 這些銀行獲利是成長的 好 例如說中信金 好 代號2891的中信金 那中信金呢 他外幣放款佔比呢 就是他的中信銀 大概是35% OK 那外幣放款佔比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美國升息維持高的利率 利差擴大的情況下 如果把錢呢 去用就是用美金的方式 去借出去的話 那獲利就會比較高 利差就會比較高 這個是中信金 那另外像趙豐金也是 這個代號2886的這個趙豐金呢 他美元放款的佔比呢 是30% 30% 對 所以獲利成長的話 近期股價也是非常的強勢 那另外我們像這個永豐金 永豐金 對 永豐金他外幣放款的比例 大概是22% 對 那另外像第一金也是 這個是關股航庫 對 所以這一些呢 因為他這個外幣放款佔比比較高 獲利呢 就是成長的幅度比較大 所以近期的股價比較強勢 OK 好 所以這個是就是說在美國 就是一路的就是 升息的狀況下 現在還維持相對的這個利差 相對於台幣是比較高的 所以在外幣放款 因為他相對的這個利率的利潤 就會比較好 是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要不要會不會連動到說 那明年萬一有可能 美股降息的時候 那這個算是利多的因子 也會可能會受到影響 好 那如果美國降息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美國降息 他降息的幅度大概有限 不可能說一下子降 對 降到比台灣的利率 還要來的低啦 OK 因為台灣呢 在過去就是 開放過多的銀行嘛 那個時候王建軒 擔任財政部部長的時候 開放很多的銀行 所以台灣的這個金融業呢 過度競爭 那非常多家的銀行 那錢大家都漲一樣啊 我錢呢 跟這個 中國信託跟國泰 跟富邦界 其實差異不會太大 所以銀行開始進行價格戰 就是把利率不斷的壓低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金融業的獲利就會縮小 他的獲利水準就會下降 所以很多人說 台灣的營養業呢 這個經營的非常的辛苦 好 但是美國的銀行業呢 他的獲利呢 他的利差就比較大 是 所以只是因為美國升息呢 去把這個利差 原本就很大的這個部分呢 再變得更大了 就算之後美國開始降息 利率開始往下 那可能美國的利差呢 稍微縮小一些 但是呢 還是會比台幣放款的利差來的大 OK 好 所以這是銀行業的部分 那再來呢 是證券業 要分析的 對 那證券業呢 其實去年真的發生了 很多利空的消息啦 好 例如說去年的6月呢 這個股市呢 大跌2000點 那之後呢 在下半年呢 因為這個股市真的是不好 所以成交量呢 是窒息的 那證券公司呢 他的獲利來源有三個 那第一個呢 就是經濟的手續費收入 那沒有成交量的話 證券公司的經濟手續費收入 當然是比較少 那證券商的第二個收入呢 是投資收益嘛 那證券商呢 他有自營部門 那自己會投資 那如果股市不好的話 那我想投資收益也不會太好 對 那第三個收入是利息收入喔 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诶 證券商怎麼會有利息收入啊 那因為呢 很多的民眾呢 買股票可能資金不夠 所以會進行融資 那融資呢 就是買進股票的投資人 跟證券商借錢買股票 那借錢的利率呢 高達6% 就是6%算蠻高的啦 像銀行呢 可能借這個房貸利率才2% 是啊 但是呢 證券商把錢借給投資人去買股票 利率有6% 而且還有股票當作這個單薄品嘛 其實風險是低的 那因為去年呢 這個成交量萎縮 對 交易量 股市一直下跌 大家不敢去融資買股票 所以證券商的利息收入也減少了 但是今年上半年 台股一路往上衝嘛 從這個熊市呢 翻轉變成了牛市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大家比較敢借錢去買股票 所以證券商的利息收入也增加了 所以從證券商的財報 我們看到說 三項這個收入來源 包括這個經濟的手續費收入 包括自己的投資收入 包括借給這個投資人的利息收入 都是上升的 OK 所以感覺上證券業應該就是 是 是 可是現在會不會股價其實都反映上來了呢 好 那其實呢 證券業是很標準的景氣循環股 好 我們在2021年 那個時候呢 股市大好的時候 那證券業的獲利就非常好 在202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景氣很差嘛 股市不好 那證券業的獲利比較差 股價也比較差 所以證券業是很標準的景氣循環股 那對於這一些景氣循環股 應該怎麼操作呢 那我覺得就是在景氣最差的時候 2022年的時候 公司獲利很爛的時候 股價很低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買進 會比較安全 那如果是在2021年 那個股市很熱 公司獲利很好 股價在高點的時候 在2021年買進的話 那放到2022年 那可能就會虧損 所以證券業呢 它的投資方式比較不一樣 不是說財報很好 獲利很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跳進去買 絕對是錯的 應該是在景氣很差 獲利很爛 股價到低點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買進會比較安全 那所謂的低點 我要跟什麼相比呢 跟他過去這一檔 對股票的過去的相對的歷史的 股價的低點來比 還是跟什麼相比 那股價呢 就是到底是高還是低 那我們可以看技術面嘛 跟過去歷史的數據來比 那也可以跟股價淨值來比 就是股價跟自己的淨值來比 那一般來說呢 就是金融業的股價淨值比 是一般的公司大概是一倍 那如果是比較好的公司呢 像可能中信金 玉山金 那經營能力比較強的 那股價淨值比就會比較高 那如果是這個星光金呢 過去的獲利比較差 那股價淨值比就會比較低 就會低於一倍 所以可能是用股價淨值比去評估 但是也不完全是一倍 可能是跟自己 過去歷史的股價淨值比來比較 OK 好 那我們下一段節目再回來看 我們證券類股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股價淨值比 應該要怎麼看 那我們這一段節目先到這邊 我們今天呢 要探討的是金融股的春天來了嗎 是存股的好時機嗎 那我們呢 請到的是啟發頭顧的丁彥均分析師 那他本身是在金融股 非常的認真的專業 那不只金融股啦 但是我從以前對他認識 就是因為他之前出的書嘛 那就會就是意自以為的既定印象 那其實他分析師 其實分析的是很多的產業 好 那彥均剛剛有跟我們提到 就是說有關股價淨值比啊 其實可以去跟這一檔 各股過去的股價淨值比來相比 那我好奇的是像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證券業對不對 那證券業該怎麼去 我要投資在他 就是股價很爛的時候 嗯 好 那我要怎麼去比較的時候 他現在是股價真的是比過去是真的是相對的低點 或者是從股價淨值比來看 什麼樣才是一個合理的股價淨值比 那股價淨值比呢 原則上一般來說是抓一倍 但是如果是好公司的話 市占率比較大的公司 那股價淨值比呢 往往會超過一倍 那比較差的公司呢 股價淨值比可能永遠都是低於一倍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用股價淨值比看不出來的話呢 直接用景氣 直接用這個市場的狀況去看 那我們比較有名的這個景氣循環股呢 像是原物料類股啦 這個上游的這些 D-RAN啊等等 那這一些呢 都是景氣循環股 那景氣循環股 我們像海運好的 這個貨櫃三雄 長榮 陽明 萬海 我們投資他的這個邏輯呢 就是看運價 看報價 那其實像D-RAN啊 或是晶圓也是 我們就是看報價 鋼鐵水泥也是 就是看說 鋼鐵水泥的價格是在上漲 還是在下跌 那我想證券股也可以啦 因為畢竟呢 公司公告獲利的時候 是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對 這個金融股要字節獲利 那都是過了一個月 可能又十天了 那我覺得已經有 在下個月的十號嘛 對 已經有落差了 所以對於這個證券股來說呢 我覺得直接看台股 台股如果持續不斷的上漲 然後成交量持續的上升 那我就會預測說 那下個月公布字節獲利的時候 證券股的這個獲利 應該會不錯 OK 所以是這樣看的 好 所以我們剛剛分析了銀行證券 再來壽險類股呢 有沒有從他們的半年報 看到什麼亮點 其實壽險類股啊 我看到的是因為 投資很多的美國債券 那美國債券呢 因為這個價格下降 導致說壽險公司的淨值啊 是下滑的 所以我倒沒有看到什麼的亮點 我比較看到一些風險 哦 風險 例如說今年呢 有三家金控是沒有發放股力的 那其中的包括了2883的開發金 還有2888的新光金 OK 那這兩家金控呢 都是以壽險為主體的金控 當然國泰金跟富邦金也是 但是這兩家金控呢 體質比較好 還是發得出現金鼓勵 可是像開發金跟新光金 他可能就發不出鼓勵 好 因為壽險公司呢 他持有很多的美國債券 美國債券價格下跌造成說 這個公司的這個資本氏足率 可能會不足 那可能需要現金增資 那另外還有壽家是國票金 是2889的國票金 那國票金呢 他沒有實體的銀行 那他有這個票券業 票券業呢 也是買了很多美國的債券啦 所以我想這三家發不出利息 發不出鼓勵的金控 都有共同的一個特徵 就是都買了很多美國的債券 然後因為債券價格下跌 所以發不出鼓勵 那這個是我從財報上面 觀察到的 對 那美國的債券 如果短期內沒有回升 沒有大幅上漲的話 那我想明年就算可以發放 鼓勵金額應該也不高 嗯 OK 好 可是我有問題哦 最近你講到美債的部分 當然他有被調降性貧 所以最近的這個價格有點修正 可是我看很多的投信業者 都在說啊 今年就是買債券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時機 那買債券呢 又現在的說法又是 短債優於長債 因為現在因為猛報性升息之後 其實美國的利息是很高的嘛 所以他短期的這個發債利息 可能也跟著提高 比那個長債還要來得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論 其實是因為過去的美債的部分啊 就債券市場已經是低迷兩三年了 至少三年了嘛 就大家都覺得就現在這個美債的價位 價格來講 他們都說很甜美很juicy 很值得入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些證券公司 或者是票券公司 他們手上擁有的 或者是受險公司 他們所擁有的這個所謂的債券價格 是不是在明年應該就會有 一個所謂的資本利得的空間 或是值得期待的 那這一點你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嗎 好那我們看到債券的價格 其實看到價格的部分呢 就是債券好像沒有大幅的回升 所以只有債券的投資人 是不是都賠錢呢 那其實這個是不對的 好因為債券呢 他除了可能價格上漲 可以賺取資本利得以外 債券呢 他每一年每一年都會去配發利息 債息 對所以即使債券的價格都沒有上漲 只有債券的投資人 也可以拿到利息收入 那我想為什麼現在 有很多人鼓勵大家去投資美債呢 好原因是因為現在利率比較高嘛 可能殖利率有5% 有些信品比較低的 甚至到6% 好所以只要債券不要違約 這家公司不要倒閉 到期的話呢 其實投資人就可以領到5% 或者是6%的利息 那可能比這個台灣的定存利率高 非常多 那我想這個是鼓勵去投資美債的投資人 他的觀點 但是也要特別提醒投資人 因為美國的債券是用美金計價 所以會有匯率風險 那匯率如果你是在 可能27 28換美金的話 當然 現在就賺了 對就比較漂亮 都快32了 對但是現在的匯率是32 那過去利息的高點是34 那如果不幸換在高點的話 有可能領到利息 但是賠了會差 這個是特別要注意的 OK 當然就受險公司而言呢 就是他如果去持有這個債券 那每一年每一年 可以領到穩定的利息 但是如果債券的價格 沒有上漲的話 其實他的禁值還是比較低的 OK 好了解 其實這種債券的價格要漲 其實不會很寬 他不是股票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要期待 這個所謂的資本利得 我覺得還是要用時間來等待 對呀 那我覺得這樣分析好了 很多人去買進美債 他還是期待說 如果美國之後開始降息的話 債券價格會上漲嗎 就把資金呢 去配置在美債上面 可是我們看今年喔 今年不管是美股還是台股 就是股市呢 都已經反彈了一波 所以如果是低點 買進股票的話 現在應該是賺很多錢 但是如果是買進美債的話 可能只有領到利息收入 資本利得其實並沒有賺很多啦 沒錯的確是喔 因為股票資產跟債券資產 他本來就是一個本質 完全不同的資產 所以你要期待他有這樣子 像股票這樣報酬率 我覺得這也是天方夜談 所以大家本來就是一個 配置的一個概念 就大家要先有這個概念 好 那我想先再來請問一下彥均 如果是你自己 你自己在挑金融股的 這個相關的類股 你會最在乎財報上的哪些數據 為什麼 好那如果是銀行類股的話呢 我最在意的是餘放比例 剛才講過這個產險可能會 這個突然之間多了一大筆負債嘛 那至於這個銀行業呢 可能是一夕之間資產就會不見 就是一般來說啦 可能公司的土地啊 或是機器設備 不會一夕之間就不見 但是銀行的資產 可能一天就全部都不見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因為銀行的資產 大概有一半是放款 是把錢借出去 所以銀行如果把錢借給董事長 結果董事長捲款潛逃 那這個銀行的資產瞬間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銀行的資產呢 它放款的品質非常的重要 那如何來衡量放款的品質 就是餘放比例 所以我覺得餘放比例呢 可以去衡量說 這個銀行它資產的品質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所以這個餘放比例 要控制在多少的百分比 那餘放比率呢 之前標準比較寬鬆 就是低於5%以下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標準比較嚴格啦 我覺得就是餘放比呢 要低於1% 甚至是0.5% 才是比較優質的銀行 了解像以前這個2000年出頭的時候呢 這餘放比率高達5%以上 甚至8% 9% 所以有一次經改嘛 258專案 需要把這餘放比率呢 努力往下壓 壓到5%以下 可是現在大多數的銀行呢 餘放比率都低於1% 因為之前呢 不景氣淘汰不爭氣 在2005年2006年那個時候 有雙卡風暴 那很多體質不佳的銀行倒閉了 那2008年呢 發生金融海嘯 那體質不佳的銀行呢 也倒了一些了 所以現在可以留在市場上的 這一些銀行呢 都是體質還不錯的 那目前的餘放比率呢 都是低於1% 所以我才說銀行股呢 很適合當作是定存股 因為目前大多數的銀行 它的那個餘放比率 都是很健康的 資產的品質都是良好的 OK 好 那銀行股裡面又相對的 覺得關股是來的比較 穩定一點的 但是如果是在景氣大好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應該民營類的 這種銀行股是比較推薦的 是的 那民營的這個銀行股呢 它除了放款的利息收入以外 它還有一個部分呢 是手續費收入 那銀行的手續費收入是哪一些呢 其實主要就是理專嘛 這個理財投資部門呢 推薦給客戶基金啊 保險啊等等 它賺取了手續費收入 那其實這個金額呢 如果在景氣好的時候 股市大好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金額呢 甚至可以高達銀行整體獲利的 三成到四成 所以其實表現是不錯的 那當然如果是景氣不好的時候 手續費收入就會下滑 OK 好了解 那這個是銀行股的部分 那還有其他的類股 你會注意什麼比例嗎 那如果是 大部分的金融股啦 我注意的是殖利率 因為其實金融股呢 很容易把它當作是定存股 影響股價的因素呢 大概就是殖利率 短期跟KD有關係 那如果是中期 大概一年到兩年 大概就是殖利率 那如果長期的話 大概就是這家銀行的核心競爭力 所以如果像壽險股不發股力 那我想股價就是大幅下跌 那如果股力配得不錯的話 短期的股價大概就是上升 OK 好 那我們下一段節目啊 再繼續來 地方自己為什麼想做這一集 其實過去我也是金融股的擁護者 但是去年以來 我基本上就是幾乎都 把手套都清掉了 然後就像彥均剛剛講的 一些比較大型的這種金控股 我就真的只做價差 就是我低檔買進 然後大概做到一段 我自己滿意的 比方說我之前富邦金 我也會做 比方說從50塊做到55塊 對這樣子 我就滿足點到了 我就出場 然後去做價差 我已經不再去存股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就是 可能在一個現在的殖利率來講 我覺得相對我沒有那麼滿意 所以後來我可能把一些資金 轉到ETF的部分 就是在金融股的部分 感覺上就沒那麼愛了 可是我知道很多的人 台灣的股民還是很喜歡金融股 但是就是哀鴻遍野 為什麼 因為就是領的股息都越來越少 甚至是發不出股息 怎麼會這樣明明之前很漂亮的啊 比方說像開發金這樣子 我覺得也是滿問號 所以我才想要做這一集 那我自己啊 其實都是會做一些低價股 我比較不會去追逐高價股 那低價股以前 像剛剛彥均提到的 國票金也曾經 是我很喜歡的標的 做他很多年 然後講課的時候 也會介紹給聽眾 或介紹給這個朋友們 後來他就是表現不好了 然後就也就是把他放棄了 那彥均可不可以來幫我們 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一般你自己在做 因為你自己好像也是純股派嘛 那你也不反對做加差的部分 那你自己覺得 你怎麼去看金融股 那你會建議投資朋友怎麼操作 其實我覺得金融股真的是很不錯 要純股也可以 要做價差呢也可以 那純股就是選一家 優質的公司 獲利呢是穩定成長的 那每一年有定期配發股利的 那我們就買進長期持有零股利 這個是純股派的做法 那做價差要怎麼做呢 因為金融股呢 他受到這個金管會的監督嘛 很多事情不能做 他的風險相對比較低 他不會像其他的一些公司一樣 把自己曝露在非常高的風險下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呢 金融股如果獲利比較穩定的話 他就是所謂的價值股 那價值股呢 股價當然就不會飆嘛 那當然也就不會大幅的下跌 股價就比較穩定 那對這種價值股要怎麼樣來進行 價差操作呢 我覺得可以看KD值 KD 那KD值呢它是一個技術指標 如果KD大於80代表說最近漲太多了 偏離平均值 如果KD呢是低於20的話 代表說最近跌太多了 偏離平均值 那我們過去的學術研究發現啊 這一些價值股呢 有均值回歸的現象 就是漲太多會回跌 那跌升會反彈 好所以用KD值來操作這些價值股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那技術指標呢 我們有短期平均線跟長期平均線 K是短期 D是長期 那如果短期平均線超過長期平均線 代表說目前買盤的力道比較強 是多頭指標 那如果呢 這個K值啊 往下去穿過D值 這個短線的這個賣壓呢 很重 代表說目前是偏空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金融股啊 就可以用KD值去做操作 如果KD小於20 代表說股價超跌了 而且K值又超過D值 進行黃金交叉的話 代表說現在買盤很強勢 這個時候就可以買進 OK 好等到股價漲高了 KD值大於80 而且出現死亡交叉的時候 這個時候賣出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進行區間操作 我覺得也是一個方法啦 所以如果要上班很忙的 沒有時間看盤的 我覺得純股就好了 那如果喜歡盯盤的 喜歡操作的 我覺得用KD值去操作金融股 風險比這個當沖啊 會低非常多 好我覺得當沖啊 老實說我覺得很多的年輕人 喜歡做當沖或隔日沖 那再上當沖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增交稅的減半的優惠嘛 所以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都把它當成是一個無本投資 反正我就是賺 可是呢前一陣子像那個 雖然金融股比較不可能發現 像之前偽創那種 你如果說當天漲停或跌停 這種是基本上 你根本賣都賣不掉 處理不掉 所以這種所謂的當沖或隔日沖 是我覺得相對的 我個人是覺得相對比較危險的 如果你不是那麼穩的投資人 然後不是一直貼盤在看的 所以我還是用比較穩健的操作方式 那剛彥均有用提供這個KD值的這個操作方法 在做價差的操作的部分 我覺得倒是一個蠻好的一個 然後又簡單 這些技術指標 這些技術指標你的股票 你這些相關的APP 其實都可以查得到 你只要會查會用 其實基本上你去關注 這些一個很單純的指標 就可以來操作看看了 好那我們節目到這邊 我們還是不免俗啦 因為我覺得彥均既然難得來了 一定也是要報給我們一些好康對不對 就是那你的觀察股 你最近有沒有比較心動的 或者是其實你一直是長暴行的這種 因為你說你也在存股 那長暴行的這種金融類股呢 像我自己的話 我就有存中信金 2891的中信金 它的外號是億元金 它每一年都配一塊 那如果景氣好的時候配一塊 大家覺得說好小氣 我才配一塊 可是景氣不好的時候 很多公司沒有配息中信金 還配一塊 所以在今年的中信金的殖利率 就是最高的 因為大家都配的很少 中信金還是配一塊 真的始終如一啊 所以這個很穩定嘛 那就適合當作是存股 那另外呢 像永豐金我覺得也不錯 OK 永豐金之前是公司的經營階層 有違反一些法令 所以現在全部換成 專業經理人來經營 OK 那所以那如果這個專業經理人很正派 很認真的話 那其實長期的獲利 應該在過去的啊 5年也都是有穩定的成長 嗯 OK 那另外有一家比較特別的是 6028的公盛保金 6028 OK 那家公司是新貴啦 所以它買賣會有價差 OK 我比較不建議說是這檔股票去做價差 對因為如果你現在今天買進的話 無法今天賣出要隔日才賣出 而且像這個外幣一樣會有價差 對啊 因為它是用戳合制度嘛 因為新貴的股票啊 就是你要掛一個買單 然後也要讓人家願意用這個賣家賣給你 戳合之後才能成交嘛 好 但是這家公司呢 因為獲利很穩定啦 那殖利率也都不錯 那過去的殖利率大概是7% 7% 很高欸 對 所以像這種公司呢 因為它的殖利率比其他的金控股來的高啦 但是也是因為成交量比較小 所以我建議說呢 大家呢 就是不要去追高 那不要去短期操作去做價差 如果長期持有的話去領股利 那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OK 好 所以彥均帶給我們三個標的 中信金 有風金 還有這個公盛保金 6028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就是直接講結論 那現在是買金融股的好時機嗎 那是或不是 我們直接問 嗯 我覺得應該算是吧 是 對 那 如果是買金融股最好的時機 當然是去年啊 去年啊 去年啊 去年股價那麼低 狀況那麼差 都可以買在低點 那現在台股呢 也都漲到將近萬七了 很多的這個股票都漲上來了 但是選來選去啊 還是覺得金融股是比較適合的 好 因為電子業呢 從台積電的法說會 我們知道 景氣復甦的時間 從原本的第三季 延到了第四季 是 但是我跟很多在電子業工作的朋友聊天 他們都說目前的訂單還沒有回溫的現象 嗯 景氣復甦的時間呢 很有可能再延到明年的第一季 對 我覺得這也是 你記不記得彥均 之前我記得上半年都還有很多的分析師在說 欸 今年有可能美國會降息 有沒有 那時候市場很熱有沒有 然後就想可能嗎 就是猛爆些升息 然後今年竟然降息 後來聯準會的一些 陸續的兩三次出來都說 不可能是這件事情 對 然後甚至就是說 今年還會再繼續升息 對 對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電子業的表現 可能 短期內不會太好 那剛好因為AI的熱度 對 所以電子業呢 在最近整個被帶起來了 其實 目前電子股它的股價呢 都已經反映了 明年跟後年 它的獲利成長了 那反倒是金融股呢 雖然有上漲 但是目前的殖利率呢 還不錯 剛好最近又有這個碧桂園的事件嘛 那很多人就擔心說 會不會有一些銀行股採雷啊 對啊 連鎖效應 對 所以目前的股價呢 就是有下跌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注意說 到底採雷的公司有哪一些 其實應該是不多啦 因為碧桂園呢 它主要的建案是在 中國大陸的三四線城市 那台灣的這個 金融業呢 主要都是在中國大陸的一線城市 對 所以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其實 我覺得採雷的機率蠻低的 可能金額也不會太高 那如果之後確定沒有採雷 或是金額很低的話 我覺得金融股還是有表現的 好我們謝謝彥均